为什么说食物用塑料袋装着放进冰箱等于慢性自杀 人们在买菜回到家后 一般都会习惯性地将菜连同塑料袋一起扔进冰箱 但最近却有传言说 这么做不仅不卫生还有致癌的风险 这种说法是真的吗 首先 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塑料袋的主要成分 塑料袋是由聚乙锡构成的 聚乙锡是一种无毒无害的物质 化学性质也比较稳定 所以一般不会进入我们的食物 其次 为了让塑料袋更加耐用 一般都会在加工过程中添加一些增塑剂 增塑剂可以增加塑料袋的柔韧性 它是塑料袋中唯一的有害物质 网传的塑料袋中的致癌物 就说的就是增塑剂 由于塑料袋长时间与食物接触 增塑剂会残留在食物表面上 这些增塑剂会随着食物进入人体 导致体内激素分泌紊乱 从而增加人们患上乳腺癌的肌肉 可事实真的如此吗 有人曾经对此做过一项专项试验 人们从超市购买了三种不同类型的水果和塑料袋 然后将水果分别放入岛 不同类型的塑料袋中进行冷藏 一周后送到有关部门进行鉴定 结果发现这些水果的表面都不存在增塑剂 所以这样的说法并不准确 塑料袋里确实有一定量的有害物质 但在多数情况下 这些物质还是比较稳定的存在 况且冰箱温度比较低 这种低温环境下塑料袋中的有害物质 不会轻易跑出来 不会对人造成危害 塑料袋既然没有致癌的风险 是不是可以放心使用冷藏 虽然塑料袋不致癌 但也不建议放入冰箱 尤其是肉类 塑料袋中的增塑剂 在常态下是比较稳定的 但增塑剂是质用性的物质 肉类中含有大量的油脂 所以用塑料袋装肉 会使肉类沾染到增塑剂 另外 肉类一般都存放在冰箱的冷冻室里面 这样会导致塑料袋跟肉被冻在一起 非常难处理 再有塑料袋本身的密封性并不好 大部分家庭使用塑料袋装菜并不会封口 这样不仅不能保证食物的新鲜度 还起不到隔绝细菌的作用 相反塑料袋里的空间狭小 蔬菜中水分蒸发 却不能及时排到空气中 塑料袋中潮湿的环境 对于细菌来说就是天堂 蔬菜放在塑料袋里 反而会腐烂的更快 除了不能放进冰箱 塑料制品还不能加热 再加热食物也加热了塑料制品 这会导致塑料中的增速剂 很容易就会挥发出来 长期使用这样的食物 对人的身体造成极大的损害 总而言之 我们之所以把蔬菜放入冰箱 是为了保鲜 与其使用塑料袋 还不如使用保鲜膜 保鲜膜不仅能将食物与细菌隔离开来 还能在一定程度上隔绝氧气 和防止水分流失 延长蔬菜的保鲜时间 为了保障食品安全 我们在日常选择塑料袋时 尽量不要选择颜色过于鲜艳的食品袋 这种颜色的塑料袋 大都是不合格产品 其原材料都是使用过的废旧塑料 在二次加工时 会添加大量色素以及重金属 所以才会呈现出各种各样的颜色 使用这些塑料袋 肯定会对我们的身体造成损害 其次 可以通过纹塑料袋的气味 来判断它们是否合格 一般情况下 合格的塑料袋是没有什么味道的 但劣质的塑料袋里 含有大量的有害物质 会有刺激性气味 最后塑料袋极大地改变了人们的生活 带来便利的同时 也带来了环境问题 由于塑料袋的结构稳定 在自然环境下需要二百年时间 才能完全被土中的微生物们分解 并且塑料在土地中 会抑制植物根部的呼吸作用 时间异常就会影响农作物的生长 最终导致农作物的产量下降 当塑料袋被分解成细小微粒时 很有可能会残留在农作物的体内 这些塑料微粒会随着农作物 被我们吃进体内 对我们的身体造成巨大的伤害 另外塑料袋还会对生物带来干扰 一些动物不能正确地分辨出 食物和塑料袋 经常会出现物食现象 有研究表明 全球有52%的海龟 把塑料袋当成食物吃到体内 每年有数十万只生物 因为物食塑料制品而丧生 漫天飞舞的塑料袋 对城市环境也有巨大的影响 不仅不美观 塑料袋上还极其容易沾染病菌 给人体的健康带来威胁 由于塑料是石油提炼出来的产物 每年因为制作塑料 会耗费掉大量食用 所以在生活中 要减少塑料制品的使用 使用时也减量 选用环保可降解的塑料袋